今天晚上失眠 刷我一波刷的这样一句话 昨天晚上你眼眶通红 说爱我的样子 我向我大概要继好几年 希望未来的我 可以不猜不移 不破裂心 愿你爱我平淡无奇 不必花费 全身凄厉 也希望你爱我时间久久 不喜轰轰烈烈 也精疲力尽 想做你疲惫不堪的 最后一根大草 不做塑料情侣 一点烤就化 一点风就裂 看完这句话 我像是一下子被戳到了死穴 久久不能动的 然后发疯似的 把床底的箱子翻了出来 找到了几年以前的日记本 里面有一篇写的花 和这段话差不多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正和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 谈恋爱 我们说过很多山盟海誓 我当时还坚信 我一定会嫁给他 于是我就写到 要好好的爱他 不要猜疑 不要忌妒 希望未来几十年的风景 都是他陪我看 可是后来的发展 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我们都在爱情里 渐渐拉扯了面孔 变得面目可憎 它变得越来越疲惫 我也开始爱猜疑 爱胡思乱想了 明明是同舟共济的两个人 却不知不觉站在了队里面 直到分崩离析 也没有给彼此一个笑脸 现在想来多的是遗憾的事 上个月我去参加 大学同学的婚礼 恋爱城堡八年 两个人依旧甜蜜如初 台上主持人打拒地问他们 两人恋爱的保险秘血是什么 女孩害羞地捂着嘴偷笑 此时男孩接过话筒 大大方方地说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 对彼此笃定吧 所以我们很少吵架 更多的是互相开通 互相安慰 互相依靠 好像的确是这样啊 这些年来我很少看见他们红脸 更多的是老夫老妻般的 互相扶持 他们会在下班之后 一起牵着手 去菜市场买菜 也会一起骑单车 去郊外郊游 还总是在周末的时候 一起去书店 消磨事况 记得有段时间 男孩被公司排到外地 出差半年多 因为工作忙 两个人常常好几天 再打一个几分钟的电话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 给女孩提醒 让他对自己的男朋友 管得严格一点 可女生总是笑着 淡然地说 不用担心 我相信他 其实我一直觉得 他们俩的爱情 除了彼此 是对的人之外 也离不开他们的经营 可能大家年轻的时候 都是一个样 觉得经营爱情 就是怀抱着 满满的爱无处安放 爱上谁就一股脑地 把爱全部塞给他 也不管他会不会觉得 有负担 那时候我总觉得 爱情就应该轰轰烈烈 走高山 趟大河 因为爱比天高 比海阔 现在回想起来 才会觉得最美好的爱情 不应该是太过用力的 用力到我们 好像只为了爱情 本身而去爱 而不再是全心全意的 是为了那个人 我觉得最好的爱情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应该是平淡无奇的 就好像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微风 从你的身边略过 是那种夏日里的清爽 冬日里的温暖 你也二十几岁了 不要在爱情里 忙忙壮壮了 你要学会笃定 你要学会安稳 你会愿意学着 为一个人洗手做耕堂 不要再追寻虚无缥缈的暧昧 也不要再陷入毫无未来的等待 两个人合不合适 其实当事人 最能感受出来的 你更要学会在一段不值得的 爱情里及时抽身 及时止损 更不要为不值得的人 伤心去难过 都说现在的渣男渣女太多了 可能在恋爱的同时都已经 找好备胎了 可是我希望你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也有人说 现在的男孩子太不靠谱了 也许今天对你伤心 和你聊一整夜 他不睡觉 过几天就再也找不到人影了 但我也希望你不是 我希望你是一个温柔的人 希望你是一个坚强的人 希望你是一个拥有 自我个性的人 希望你是一个很酷的人 希望你不要再谈塑料恋爱了 那种经不起一点风雨 爱几个月就挥挥手 然后再一个人 躲在角落里舔伤口 除了只会一点点的消耗 你对爱情 全部的憧憬之外 这样的爱情 什么也给不了你 我希望你需要的是一个 真正对的人 它可能来得很晚 也许你会等很久 但两个人在一起 就会用心地去经营 我宁愿爱得慢一点 但我希望爱得久一点 我可以在平淡的日子里 感受到快乐 感受到幸福 感受到那一份 实实在在的爱情 也许你会在平淡的日子里 也许你会在平淡的日子里 奶奶坐在院子中间 看着粉笔的画面 我希望你会在平淡的日子里 也许你会在平淡的日子里 但我希望你会在平淡的日子里 去看你可以散 bist Ink 沐浪 tools 像这一天 我aps with gray 只要用下来 太 bitcoin 我当时试囯画的纸 我到今天 我看见 我看见 不要再师傅 话 抱歉 找 COVID 照顾 忍儿 Entre blood 肯 好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春天 躲在一个没有人的房间 叹息一场没有雨的阴霾 春天 以为花儿会开得灿烂 以为他们说的都会看见 可是花儿开了 总是夏天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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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